大家好 这一刻我们要讲的内容是 OpenCV里面 画图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首先的话我们先导入这个 Numpi 还有 OpenCV 以及MetaProLab 好 导入这三个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自己定义一个 用来显示图片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作用主要是 我们用MetaProLab来显示图片的时候呢 嗯 它会显示这个 它默默会显示图片轴 那这里的话主要是我们调的函数的话 相当于就可以把这个图片轴给去掉 嗯 就把这里的三个步骤变成一个步骤 好 那首先的话我们 画图之前呢 我们首先 先 定义一个Numpi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呢 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呢 是300x300的 并且是三个通道的图片 它里面的值呢 全都是人 所以说它 如果它代表一张图片的话 那它应该是一张 全都是黑色的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片给显示出来看一下 好 前面 这个部分打错了一个 那它是一张 这个 它是一个这个黑色图片 好 那下面的话 我们先来画一条这个直信 我们先定义一个颜色 那这里我们定义的这个颜色是绿色 好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OpenCV里面画线的方法 那这里传入 这里传入了这张图片呢 就是这个黑色的图片 好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参数需要设置 第一个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是这个Image这个图片 第二个参数呢 是它这个直信的起始的位置 那我们起始位置设置为00 然后三个参数呢 是它的中值的位置 那这个中值位置的话 我们设成300 那相当于是说300x300 这里相当于是说 我们画一条直信 这个直信是从00这个顶 从这个顶开始 然后一直画到300x300这个顶 那就是说从这个顶画到这个顶 这条直信画过来 那下一个参数呢 是它的银色 那我们给它设置一个绿色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图片给显示出来 那这里我们就能看到这里 它画了一个从00到300x300的这个顶 这个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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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假设我们现在再画一条顶 那我们定义一个蓝色 那我们在前面这幅图的基础上呢 再给它画一条线 那起始位置呢 是300 人 然后中值的位置是150 150 那300人的话相当于是x.300y等于0 相当于是这个顶 然后150x150就是它中间的这个位置 那相当于是从这个位置呢 画到这个位置 从这里 从这里画到这里 然后画的颜色呢 是蓝色的 那它后面还有一个参数 是可以设置的 最后面的这个参数呢 是代表它的这个线的一个宽度 就是线的一个粗细 好 那么再看一下 那前面这条绿色的线呢 没有没有设置它的粗细 那它粗细 莫名值应该是1 后面这个 后面这条线呢 设置了它这个 设置了它的这个 这个线的宽度为5 所以说这里画出来的这条蓝色的线呢 它看起来 它的这个宽度就会比较宽 好 那这个呢 就是画线的这个方法 下面我们再来画一下这个 画这个矩形 好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呢 也是先定义 定义一种颜色 呃 然后呢 就要用它画矩形的这个 这个函数 那这边传入这个 需要 需要画的这个图片 那然后第二个参数这里呢 是代表它矩形的 左上方的那个坐标顶 这是它左上方的坐标顶 那第三个参数呢 是它的右下方的坐标顶 那就现在是它从 呃 1010这个坐标顶呢 一直画到6060这个坐标顶 大概是在这种位置 大概在这种位置呢 画一个 这里这里画一个矩形 因为画一个画一个框的话 我们只 就是我们确定两两点就可以画一个框 就左上方的这个点 和右下方的这个点 然后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给它一个颜色 后面这个呢也是 后面这个呢是代表画的矩形框 它的一个宽度 最后再显示这个图片 那这里就多了一个矩形框 红色的这个矩形框 那它宽度的话 比这个绿色这条线的要粗一点 比蓝色这条线的要细一点 复制下来 那 那我们再画一个吧 再画一个情况 就改一下坐标就可以了 这里改成5050 这里改成100 或者你改成其他的数值也可以 那这边给它改个颜色 那这边给它改一个粗细 那它这里又画出了一个 比较粗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矩形框 那画矩形框呢 它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方式比较特别 我再复制下来 那这里呢也是给它 改一下它的这个坐标 然后再改它改下它的颜色 那我们画这个矩形框的时候呢 最后面这个线的粗细呢 如果设置成-1的话 那它得到的效果呢 是一个停充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绿色 下面画出来的这个绿色的矩形框 它是一个 就是有这种停充的效果 它整一块都是绿色的 前面我们画出来的矩形框呢 它只是画了一个框 中间是没有停充的 -1呢 就代表停充的意思 好那再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画画这个云 画这个云形 那我们重新重新定义一个 这个黑色的黑色的这个背景 然后的话我们计算一下这个 我们设置这个黑色背景它的 这个圆形的位置 其实也不 其实也不需要计算 因为我们知道300 300 那圆形的位置应该就是 150 x 150 那这里的话 我们还是用这个标准的方法来计算一下 shp0呢 是这个图片的高度 shp1的话 是这个图片的宽度 那它的宽度除以2的话 就是x的中间的位置 这个图片中间点x的位置 那shp0就是它的高度除以2的话 就是它中间点的y的位置 那这两个点的话相当于是它的这个图片 它的这里的这个图片 它的中间的坐标点的位置 下面的话我们 呃 画一些云 在它这个基础上的画一些云 好 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循环 那这循环呢 是从0一直循环到151 然后它的不长呢 是15 就是说它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2呢是等于0 然后下一次选完的时候等于15 再下一次呢等于30 然后再下一次等于45 一直到这个150 最后一个呢是150 那这个2呢是代表它这个圆的这个半径 就是说我们在 在它这个图片的基础上呢 画一些圆 然后这个圆呢拥有不同的半径 这个呢是我们需要画的这个图片 然后 第二个参数 这里呢是设置它的坐标点 它的这个语言的中心坐标点 那第三个参数呢是设置它的语言的半径 第四个参数呢是设置 第四个参数呢是设置 它的这个颜色 那我们给它一个白色 白色这里我们还没有定义 我们这里给它设置 定义一个白色 那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呢是代表 圆的这个画出来的圆 它呢它那个线的一个宽度 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圆形式出来 再把这个图片形式出来 那最后得到效果呢就是这样 就是说 以这个点 以它中心点为 为这个圆形 画这个圆 那圆呢 这里呢画了很多个圆 不同的圆 有不同的这个半径 好 然后画圆的话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画这个实形的圆 那下面的话 我们可以再画一些这个实形的圆 这里我们先定义一个黑色的一个背景 然后 做一些循环 在循环里面呢 我们画一些这个圆 首先的话 我们先定义一下这个半径 这个圆的半径 半径的曲子 那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的半径的设置一些随机值 那这里我们调用的是 南派里面的 这个生成随机数的方式 这里我们生成的是 这个随机的整数 然后它曲子半径是从5到200之间 就说这个圆的半径呢 是从5到200之间呢 取一个随机值 好下面的话 我们再定义这个颜色的曲子 颜色的话 我们也可以也可以给它一些随机值 这里我们也是可以调用 南派里面的这个随机数 给它是取一些随机的 随机值作为颜色 那这里的随机值 我们从0到255之间去取 那颜色呢 因为它是三通道 所以说它的大小呢 是3 最后面to list 再把它变成这个list 还有这个圆形 圆形的曲子 圆形的话 我们也是给它生成一些随机值 圆形曲子 我们可以给它生成 从0到300之间生成一个随机数 那圆形呢 它是有两个值 就相当于x y两个值 它们是0到300的这个随机数 下面的话 我们就是开始画这个图 画这个圆 然后这里传入这个图片 下面这个 下面的是 它的这个 圆形 圆形这里的话 我们要把它变成这个圆主 圆主的形式 然后 再下来呢 是它的直径 它的半径 然后再下来是它这个颜色 那这些圆形还有半径 还有颜色呢 都是随机的 最后呢 限制宽度我们可以给它复义 这样的画出来的圆呢 就是 一个 有填充颜色的这个圆 最后呢 就把它这个图片给显示出来 然后运行一下 可以得到下面的这个结果 好 那我们得到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些值呢都是随机值 我再运行一下的话 下面结果可能又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它里面画出了不同大小的这个圆 不同的圆呢 有不同的 不同的颜色 还有一个圆形的位置也不一样 半径的圆的 圆的半径呢也不一样 我们可以画出一些这种 比较有意思的这种 图案 好 那这个OpenCV的基础的画图的功能的话 我们就介绍到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